520总统就职典礼在即 为了庆祝准总统赖清德上任 台南一连三天在安平林茉娘公园 举办戏曲演出 而准总统赖清德 今天晚间也特地南下到现场观赏 由于演出是在户外 人群流动相当频繁 对维安也是一大考验 台南市警方不敢大意 动员了将近百名警力 执行维安招管行务 敲锣三响为演出拉开序幕 520就职典礼在即 为了庆祝准总统赖清德上任 台南一连三天在安平林茉娘公园 举办戏曲演出 我要向我们全体台南支持民 表辞十一万分的感谢 我要用一家庆 唱唱给大家洗脱下 对台南乡亲深深一举功 感谢大家支持 曾任台南市长的赖清德 回到这里如同回到家乡 倍感温暖 在看戏之前 更不忘到摊位区和摊商握手拍照 展现清明几乎来着不惧 但看的一盘维安却是相当紧张 一秒都不敢大意 因为这场庆祝上任活动 涌入大批支持者 除了场内看戏的大约有2000人 场外光市集的也有将近3000人 算一算至少5000人 人潮流动频繁 对维安是一大挑战 台南市警方动员近百名警力 执行交管以及维安 时刻紧盯不敢松懈 而这场庆祝上任活动 会在台南持续三天 三天都有不同演出 这个礼拜可以说是南方游戏 有非常厉害的传统歌仔戏演出 也是有非常厉害的国宴来举办 520就职典礼在即 台南人用热情庆祝准总统即将上任 记者肖志远 台南采访报导 1 1